好 我們剛剛介紹到就是說 如果你的context free grammar 符合某一些性質 那麼我們可以用 recursive descendant parsing 的方式 很容易地選出他作用的 parsing 然後我們現在就正式地來看這個 Jack 的一個文法 因為 Jack 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語言 所以他的文法基本上就只有事頁 這個事頁就定義了 Jack 的文法 那一般使用的語言他的文法不會這麼簡單 我們提過就是 Jack 這個語言他設計的時候 他把這個容易實作 compile 的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面 所以他實作之後有注意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讓他的文法會變得比較簡單 好的 在看文法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所謂的 notation 這基本是 regular expression notation 我們剛剛有看過一些 比如說 X or Y 表示接下來可以出現 X 或者是 Y 對不對 然後這個瓜糊 X 豆號 Y 瓜糊 表示先有 X 再來是 Y 那 S star 表示 X 出現 0 次或者是更多次 然後 X 問號就是我們剛剛 X 問號就是 X 出現 0 次或一次 然後如果用 single code 擴了起來 裡面的上它就是 exactly 這個東西 OK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這個就是所謂的 tokens Token 是四種 type 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說 Jack 的 Token 有四種型別 一個是 identify symbol 然後 constant 跟 keyword 你看到我們這邊就剛好 有這四個型別 keyword symbol constant identify keyword 有這一些 就是我們這個 Jack 所有的 keywords 的集合 OK 這是所有的 symbol 的集合 OK 然後這是兩種 constant 我們現在 Jack 只有 integer constant 跟所謂 string constant 199 constant 是一個 0 到 32,767 之間的一個整數 十進位的整數 然後 string constant 是用 double code 刮扶起來的 所有的這個 字圓所形成的一個字串 identify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它的 rule 對不對 以這個小寫的 A 到小寫的 Z 大寫的 A 到大寫的 Z 開頭的一個字串 後面可以有所有的 26 個字母的大小寫 這些數字跟這個底線 所形成的叫一個 identify 所以這邊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的 Lessical element 就 token 所有的 tokens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第一步 tokenizer 會把我們的程式分成一堆的 tokens 每一個 token 是這四個型別中的一個 然後它對應的字串 就在後面這些字串 第一步 tokenizer 如果出現問題 基本上第一步就 fail 掉了 如果通過的話 我們的 tokenizer 會把整個程式 就是轉成一堆的 token stream 一堆的 tokens 然後我們jack的文法 從這邊開始 你要記得的話 每一個jack file 是一個 class 的定義 這個jack的 program 是一堆 class 的集合 所以我們每一個 program 基本上就是一個 class 所以我們的 starting variable 是 class 從 class 出發 我們的程式應該是一個 class 的定義 也就是說它第一個一定是一個 keyword class 這個 keyword 開頭例是這個 沒有其他選擇 然後接下來會跟著 所謂的 class name 所以class name subroutine name 跟 variable name 都是 identify 就這樣 所以我會看到一個 identify 這個 identify 基本上就會是我們的 class name 接下來我會 exactly 看到一個 左邊的大瓜糊 然後後面跟著 0個或 更多的 所謂的 class variable 的 declaration 後面跟著一堆的 subroutine的 declaration 然後加上 右邊的大瓜糊 所以從文法可以看到說 什麼樣的東西是允許 什麼東西是不允許的 比如說 一個空白的 class定義 根據 Jack 的文法 是被允許的 比如說我可以定義一個 class 有名字 左瓜糊 右瓜糊 裡面什麼都沒有 因為它想的是星號 比如說你可以有0個 或者是更多的 class variable的定義 或者接下來是有0個 或者是更多的 subroutine的定義 也就是說你可以沒有 class variable定義 也可以沒有 subroutine的定義 所以說如果你是空白的 class 基本上應該是符合 Jaker的文法 你公開的應該接受 這樣的程式 雖然最終可能 它不會產生任何的效果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因為你文法這樣定 所以你不可以 穿插著這個 變數的定義 跟subroutine的定義 你要把所有變數都定義完了 接下來 定義所有的subroutine 你不可以穿插 有些語言會比較大的彈性 它可能允許你穿插 那Jaker的根據文法定義 是不允許你穿插的 你要不要有變數 你就全部把它定義完 定義完 再開始定義subroutine 好了現在看一下 這個變數的定義 class variable定義 每一個class variable定義 基本上一定是以static 或field開頭 static 表示static 的一個variable field表示 是所謂instance level 這是class level 這是object level 如果你要記得的話 static 是所有的instance 共用一份copy field是每一個instance 有自己的一個copy OK 你的變數開頭一定是這兩個keyword中的一個 因為你的變數一定是屬於這兩個類別中的一種 接下來會是個type type type可以有什麼 我們說過 Jaker有三種building的type 整數 字元 跟boolean variable boolean的一個constance boolean的type boolean的type 或者是一個class name class name 就是你定義過了所有class class name 就是一個identifier OK 好 那有新別之後就是variable的name 那你這邊我們是允許呢 定義同一種type 然後可以允許定義好多個變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也許可以 豆號加上另外一個變數 最終以分號結尾 這樣叫做一個變數的定義 OK 好 那你有一個0個或者是更多的這個變數定義之後呢 接下來你會有subroutine的定義 那一個subroutine的定義會長像這樣 一個subroutine的定義呢 會是以這三個keyword開頭 因為我們說過呢 Jaker還是有三種type 對不對 constructor function function跟messor function 基本上呢是class level的函數 messor呢是instance level的函數 OK 然後constructor呢是一種特別的函數 這種函數的目的呢 在於建立這種 類別的instance OK 所以說 compiler看到這三類函數的時候 其實他會做不同的處理 不過呢你函數的定義 一定是以這三個keyword開頭 OK 好這三個keyword開頭之後呢 接下來的型別呢 可以一個是void 不回傳型別 或者是呢 任何一個type 那這個type呢可以是這四種type 一個是三種beautine type 中一種或者是定義過的任何一個class 接下來是subroutine的name subroutine的是一個identify 對不對 後來呢是一個瓜糊 左瓜糊又瓜糊 加上一個參數的list 那參數的list 我們待會再看 然後接下來呢是subroutine的body 所以我們還剩下兩個變數還沒解決 一個參數list的一個subroutinebody 那參數list呢 基本上就是type加上variable name 然後逗號加上另外一個 那整個第一個你看到 它整個可以出現或出現一次 我就不出現了 你看整個瓜糊起來問號 我們剛剛講過問號呢 就是出現零次或出現一次 所以整個如果出現零次 就表示呢 裡面沒有parameter 也就是這個function 不需要任何參數 它可以出現一次 如果出現一次的話呢 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argumentlist 前面呢會有一個 後面這個呢可以optional 有或沒有 所以如果有argument的話 可以一個或者兩個 三個以上都可以 ok 好那subroutinebody呢 subroutinebody呢 會以這個兩個大瓜糊夾起來 中間會跟著 跟著這些東西 跟著什麼東西呢 一開始會有變數的定義 加上一堆的statements ok 一樣到底在你的function定義裡面 一定要先出現變數的定義 就是local variable定義 再接下來就是你的statement ok 好那這兩個就會接下來展開在下面 就是這個 Variable定義在這裡 local variable定義在這邊 local variable一定是以var開頭 加上形別 加上它的名字 然後呢一個以上 最後以分號結尾 ok 好statement 我們就展開在下一頁 ok 你可以overover看到整個程式的 class的結構 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statement呢 這個是statements 就是一堆statements 那一堆statements呢 statements呢 就是statement型號 可以有0個或更多的statement 每一個statement呢 可以是這五種statement中的一種 我們說過 Jack有五種statement if while function return 跟let assignment 就是這五種 沒有其他的 就這五種statement而已 ok 好那所以我們就分開來看這五個 let if while do 跟return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剛剛講我們這個文法 如果你可以有第一個 這個 token 就可以知道你走來走來走路 會比較方便 exactly我們這個設計的目的在這裡 對不對 你要記得我們之前說 為什麼這個assignment前面要加個很無聊的let 為什麼 為什麼 function code之前加一個很無聊的do 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這個let 如果沒有這個do 那我們這整個文法 就不見得是ll1 那也就是說整個這個parsing呢 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那為了這個理由 我們特別把這個assignment前面加一個let 這個keyword 讓你看到let就知道你走的是這個rule 因為我們知道呢 statement可以變成這 一二三四五五個production rule 你怎麼知道要走哪一條 只要看下一個token是let 是if 還是while 還是do 還是return 就知道要走哪一個rule 這個就是我們在jack設計的時候 刻意加入這一些 累贅的keyword 讓整個文法變得比較簡單 你的parsing會比較容易來實作 ok 那let的話呢 一定是let開頭 後面加上呢 這個變數的名字 後面可以是一個array的index 然後呢 等於一個expression expression比較複雜 我們最後再來看 那if的statement 一定是if開頭 後面加上一個expression 加上一些statements 加上else 加上一堆statements 那statements呢就在這裡 ok 用recursive回來 那這一頁文法 如果你要用這個recursive descendant passing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嘛 對不對 你會有一個position叫statements 對不對 然後你會有一個position叫statement 你會有一個position叫late statement ok 以此類推 那如果late statement應該會先it 吃掉late 然後呢 去呼叫呢 variable name 或應該是吃掉一個variable name ok 然後呢 再吃掉一個 後面這邊是可以有0個或一個以上 所以你就要看到 接下來那個token呢 是左刮弧還是等號 如果接下來那個token 那個token呢 是左刮弧就知道會出現這個一次 如果接下來等號就知道這個不會出現 以此類推 所以你可以由這些protection rule呢 把它轉換成了一個很直覺轉換出一個c的subroutine 那我想剩下的應該就沒什麼特別 我就不去講 那剩下比較特殊的是expression 這expression出現很多次 這邊也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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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pression呢 可以說整個文法裡面最複雜的一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expression 因為剩下的變數都定義完了 只剩expression還沒有定 subroutine call subroutine call應該出現在下一頁 對 subroutine call出現在下一頁 所以應該只剩下expression 跟subroutine call還沒有定義 剩下應該都定義過了 好 那expression expression 這是expression的文法 expression可以是一個turn 後面可以加上一個operator 加上另外一個turn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turn operator turn operator turn 一直持續下去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turn honoring的turn 或者是binary的turn 或者是trianary的turn 等等 那一個turn可以是什麼 一個turn可以是一個constant 可以包含integer constant string constant 或者是keyword constant 那integer constant我們剛剛定義過了 string constant也定義過 那什麼叫做keyword constant keyword constant就是這些 true跟false noor跟this 這些是一些所謂的keyword constant 這些是個keyword 可是它也可以當作constant來使用 ok 那它也可以是一個variable name 或者是一個array的index 或者一個subroutine call 一個turn可以是一個subroutine call 因為subroutine 最終可能會return一個 這個某種type的東西 對不對 它也可以是一個 瓜糊瓜糊expression 或者是一個honory的turn ok 它一個subroutine call 就是呼叫某個函數 然後呢 把參數傳進去 那參數呢 就是一堆的expression ok 所以expression list就是一堆的expression ok 那這個函數的名字會 函數的呼叫會有class name 或者是variable name 然後後面再加上個點 加上subroutine的name 然後加上expression list 有這兩種 為什麼有這兩種 如果你是在class裡面的 你呼叫自己的方選的話 你不需要加上class name 可是如果你呼叫其他class的 你可能要加上那個class的名字 或者是加上那個class的變數的名字 什麼是要加上class的名字 如果你呼叫這個函數呢 是屬於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是屬於class level 你加上class的名字 如果你呼叫這個函數呢 是屬於messor 那這個messor是屬於object level 你就要呼叫呢 那一個形別的變數的名字 當你注意到我們的文法 並沒有去區分這個 所以你另外還要做一些檢查 比如說我們說過 這個subroutine name 什麼時候要加上class 如果你這個function是static 可是你如果拿一個variable 去呼叫一個static function 理論上也要有問題 可是文法上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合文法的 可是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subroutine 是屬於哪一種subroutine 那是你自己要有個simple table 去做maintain的 那個check是你額外要去做check的 你可以把它跟parse寫在一起 在你的parse寫裡面 額外去做一些checking 不過呢 基本上文法上是沒問題的 可是因為你有一些 另外impose一些constraint 那你可能要自己在 你的parse寫的過程裡面 去check這些constraint 是不是成立 ok 好 那這個operator就有這些 加減乘除 and or 小於等於大於 ok 那arany的這個operator 有這個符號跟這個not的符號 ok 那大概就是整個check的文法 那我們上禮拜所介紹的那些check的程式 都是可以有這些文法 從這個class這個變數出發 推導出來的一個字串 一個token stream 可以這麼來看 好 那這事業就是定義的到check的文法 那這個理論上可以用來寫你的所謂的scanner tokenizer 或是lexical的analyzer 同一件事 三個名字 同一 可是講的是同一件事 那另外這三頁呢 就是用來寫你的parse 你的parse就根據這三頁的文法 你應該可以用recursive descendant的一個方法 寫出對應的一個parse ok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 假設你把這個parse寫好 那你的parse呢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希望看到output是什麼 假設你這樣吃進來這樣一個input 那我們希望他看到了 透過我們的這個parse 他最後會 output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們只是看這兩個藍色這兩行 剩下的部分 你應該還會對應到一些 所謂的output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藍色這兩行所對應的 所以這邊呢 基本上是一個class對不對 class class內 然後裡面呢 我們已經進入到哪裡 這裡已經進入到這個function的定義 對不對 所以這邊已經有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是一個method的type 對不對 那這個function的裡面 你要記得的話 一開始要定義variables 然後接下來要定義所謂statements 所以一開始我們有一個variable的定義 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output呢 對應到這一個statement 對應到這一行 那這一個呢 定義的是一個所謂的variable declaration 那variable declaration的話 如果你記得剛剛那個文法的話 他一定要以var這個keyword開通 所以會有keyword var 那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type 我們剛剛講的是type 不過type最後也會變成一個keyword 你還記得的話 var的定義在哪裡 var的定義在這裡 var的定義在這裡 所以var這一個variable 會推出一個keyword 以及一個type 那這個type呢 又會變成一個keyword integer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token呢 由type推出這個keyword integer ok 好所以我們這是一個keyword integer 然後接下來這個identify temp 這個identify 然後接下來一個simple 分號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行variable declaration 所 output的出來 對應的token跟結構 那接下來呢 會有statements 對不對 statements呢 會是一堆的statements 所以這一行呢 會是其中一個statement 所以呢 這個statement 又會對應到五種statement 一種 然後我們看到第一個是late 所以我們知道呢 第一個statement是一個late statement ok 這邊沒有寫 應該寫完太長 所以我們是寫的前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late statement 第一個會對應到一個keyword late 然後接下來一個identify 是一個temp 接下來的symbol是一個simon 那這整個右邊呢 對應到一個expression 對 右邊對應到一個expression 這個expression呢 其實我們只寫的 寫到這裡而已 喔 這個好像也不太對 應該沒有什麼乘 喔有有 是ok 我有點複雜 乍看之下不太對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乘上 負六十三 ok 所以乘減六三 也是乘上負六十三的意思 ok 好所以你看到 接下來我們會有這個左刮弧 然後呢 加上一個turn 接下來這是expression 就是說 這個expression呢 可以拆成一個expression operator 另外一個expression 那expression可以變成一個turn 那個turn呢 是 刮弧刮弧裡面一個expression ok 這裡 這個 這個 其實對應到 這一整個 ok 這一整個呢 只對應到這個刮弧 xxx加12 刮弧 那這個expression呢 expression可以是一個turn 所以我們先 把這個 呃 應該說這個expression會是一個turn 然後下面應該會有一個operator 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operator 也就是simple 這邊會有一個simple 然後呢 乘號 然後再往下 再往下 那一推 我們就補一下 好那這整個呢 就是這個turn 可以變成左刮弧 這邊有掃右刮弧 這個 不是很完整 這邊有左刮弧 這邊應該還有一個 記在這下面 這個expression也對錯位 這個expression應該對到這裡來 我改一下好了 應該這樣才對齁 所以這整個整個 expression是這樣齁 這一個expression對應的是這一個 乘號就在下面 這下面還有一個右刮弧 不過已經寫不下了 理論上下一個應該是simple 右刮弧simple 那中間的expression就是這個 中間對應的這個xxx加12 那xxx加12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expression 它這個expression是一個turn加一個turn 那前面那個turn是xxx 這個identify 後面這個turn是一個interview constant 是12 以此類推啊 所以你大概知道 這整個passing的過程 你應該會轉換成什麼 那這個 這一個 intentation 有點像是 把那個hierarchy 標出來 透過每一層的轉換 你應該要往後退進 是不是 ok 好這我們的parser的目的 所以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產生call 我們只是產生一個smloutput 來驗證說我們的parser 是不是有正確的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現在寫這個parser 應該會把一個程式讀進來 output出現一個sml file 來讓我們看一下這整個的 程式的一個結構 那基本上它就把我們剛剛那一個 recursive descendant的parser 再稍微修改一下 怎麼修改呢 由於在我們那個每一個變數 你要記得的話 每一個變數 就是我們所有non-terminal 會對應到一個procedure 對不對 所有non-terminal對應到一個procedure 那那procedure的前面 我們會把那一個procedure的名字 把它印出來 最後面 就是前後加上tag 中間才是我們剛剛那一段call 大家可以給我的意思 ok 如果說我們回到剛剛那一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修改 讓剛剛這個recursive descendant的parser 可以印出我們的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文法對不對 那在這個case你要怎麼做 你要在這邊修改一下 一開始先print 先印出呢 刮弧s 刮弧 然後最後再print 刮弧 這個斜線s 也就是說呢 你在前面加上tag 說呢我現在在推s這個變數 最後也用一個s變數 把它夾起來 中間是做你平常在做的事 比如說如果你看到這個變數 對應的procedure 前後各加上tag 那反過來講 如果你看到it it這個函數 it這個函數呢 要加上什麼 加上呢 這個印出那個 比如說 這個itif itif呢 它會印什麼 它會印這個keyword 然後if 然後呢 keyword 除了它平常做的事之外 額外要做這件事 比如說在我們 所有的變數對應的procedure 我們前後各加上tag的print 在我們it函數裡面 我們會根據這個it本身 把它的string呢 印出來 以及呢 把它的type 前後呢 這個tag加上去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個recursive descendant parser 稍微修改一下 我們就可以output 剛來sml5 大家可以想像我在講什麼 OK 所以你把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recursive descendant parser 我們前後各修改一下 怎麼修改呢 如果你是那個procedure 不是一個terminal對應到的procedure 前後加上那個procedure 所對應的tap 中間的就是我們平常做什麼事 就做什麼事 OK 那如果呢 你現在處理的是一個terminal 通常用it處理這個terminal OK 那我會呢 根據你現在it的是什麼 像it 比如我們剛剛吃掉是if 你就會加上這個 keyword 然後把if寫在中間 然後呢 keyword OK 那如果你吃掉的是assignment 你就會呢 就是前面加上一個symbol 然後這中間加上assignment的符號 然後後面呢 加上assignment slash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只要在你的recursive descendant parser 所以定義的lenterminal 所定義的procedure 前面後面加上一些bring 以及呢 所謂it前面呢 根據它有不同的type 印不同的東西 除了吃掉它以外 我們還要把 又印的output產生出來 然後這樣修改一下 你應該就可以產生出 這樣子的一個output OK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講了什麼 我們談了這個所謂的syntax的分析 對不對 我們現在目前來談的第一步 syntax的分析 我們把整個程式讀進來 我們根據 就是jank的文法 我們可以 第一步呢 我們可以accept or reject這個程式 我們知道呢 這個程式是一個合法的jank程式 還是一個不合法的jank程式 如果它是合法jank程式呢 我們理論上會 建立一個所謂past tree 根據剛剛那一步驟 我們基本上建立一個past tree 來把整個程式呢 它的一個從 這個class這個變數 出發的推導過程 我們呢 沿路呢 都把它記錄下來 那由這個之後呢 我們下一步呢 就是要把它對應的這個code 把它產生出來 把它稱為說code generation 那code generation 其實會比這一部分複雜得多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個compiler 這個tokenizer past有tower past也有tower 這個tower呢 叫做last 這個tower呢 叫做yank 可是這部分就沒有tower 因為這邊呢 這個就不是 不容易啦 就變化太多 ok 那這一邊基本上你只要有文法 有了文法 就可以根據文法 產生對應的past 因為它基本上那個程式的寫作呢 還蠻routine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程式產生程式 對不對 culture generation呢 就比較複雜 而且我們目前我們只做code generation 我們沒有做code optimization 產生一個可以run的code 並不困難 產生一個可以run的很好的code 才是challenge ok 那我們目前只產生可以run的code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code 其實非常非常沒有效率 尤其是你把它轉成VMcode VMcode 再轉成這個assemblycode 中間會有非常非常多的redundancy 如果你人來寫 應該會比這個code 大概至少快三到五倍 可是呢 因為我們是整個系統化的轉換過來 我們只先求有 我們先不求快 那基本上程式的邏輯執行會是對的 不過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redundancy 那culture generation呢 又會更複雜 那這部分我們不可能在這本門課 cover 我們以後就compiler的時候呢 culture optimization可以說是 compiler裡面 佔最重要的部分 ok 好 如果我們現在只要做culture generation 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要處理 data怎麼處理 以及comments怎麼處理 statement要怎麼轉 data要怎麼轉 data其實並沒有像你想像的容易轉 你要記得我們virtual machine 有八個memory segment ok 那你object要怎麼處理 object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說object這個概念 在virtual machine裡面也沒有 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是一個 procedure based的一個 machine對不對 它只有function code 它沒有object的概念 那你的high-level language 是object-based language 它基本上是個object-based paradent programming-paradent 可是你的virtual machine 是一個procedure based的paradent 你怎麼樣把object-based的東西 轉成一個procedure based 是你的compiler要去處理的 ok 那這一部分的都是 在做culture generation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去做處理的一些 複雜的地方 好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 今天我們介紹了 這個compiler的frontend的第一部分 我們稱為Lexical analysis 或者所謂的Syntax analysis 文法的分析 我們只是確認說呢 這個程式呢 是可以用我們的文法所構成 了解這個程式的結構 可是我們還並沒有產生code 去對應它的一個執行 那一部分叫code generation 我們要下次才會談 那Jack的語言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故意讓它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過 有一些很奇怪的prefix 像let跟do 而且我們沒有operator priority 如果你有operator priority expression的那一個文法 會變得更複雜 而且我們沒有做error checking 而且我們的type data type也非常簡單 那我們這個Jack的語言 本身設計上我們就希望 故意讓它很簡單 讓compiler比較容易來實作 那Jack的compiler呢 基本上只是目的在於 秀出compiler實作的這樣一個 基本的想法 那我們也並沒有去做 所謂的core optimization等等 OK 當然如果你的語言如果更複雜 你的compiler就會更難寫 OK 好那我們剛剛提過 有很多的這種所謂 compiler一些building的一些tools 你已經可以利用這些tools來產生對應的core 比如說要做tokenizing 有一個程式叫legs 那GNU的版本叫flex 或者是你要做parsing 你可以用yak yak是yak拿著compiler的縮寫 它是一個產生compiler的compiler 那在GNU的一個版本叫bison OK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target的語言 應該說你的source語言的文法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像jack 那理論上呢 你就可以利用leg跟yak 來產生你對應的tokenizer跟parser 你就不用自己寫 個core generation 基本上呢 你會用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 就把它imbed在你的yak的這些入口裡面 OK 最終我們說過我們談的compiler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compiler 那在industry level 或者是在cademia level 它compiler會更複雜 那比如說一個很有名的意思叫llvm 那llvm是一個compiler的一個framework 那llvm就是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的縮寫 OK 那它裡面它可以 基本上提供一個基礎的compiler的framework 所以你可以based onllvm去開發你自己的compiler OK 那這個llvm呢 那裡面的開發者叫做Chris Latiner 那他是2000年的時候他們在伊利諾大學 開始的llvm這個project 從學校開始的 那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很多的業界也採用他們的framework 來開發自己的compiler 那現在這個llvm的發明發起人 那個學生 這個llvm是一個指導教授指導一個博士班學生 從2000年開始做的 那博士班學生現在在apple擔任他們的 程式語言那邊的首席架構工程師 那他比如說去年 Apple說 那浪斯的一個新的programming manager叫Shrift Shrift Shrift就是這個Chris Latiner 他所帶領開發的一個project OK 所以可以看到這些在industry level的compiler 如果你想要學習industry level的compiler怎麼樣寫的話 那llvm是一個蠻好的入門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個人沒有做過 所以不保證會work 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用llvm來做jack的compiler 說不定有機會 不過我沒有試過 所以如果要做這個project的話 你要take the risk 因為我並沒有保證會work 我只是覺得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當然如果保守一點的話 你用flake跟bison肯定可以 做出一些基本的事情才對 那當然前提是你等一下去學習一下 這個blake跟bison怎麼樣來使用 OK 好這部分是有關於compiler的第一個部分 那我們目前呢 只談出 只談了說怎麼樣去了解這個compiler的一個結構 可是我們還沒有產生任何的code OK